迫于心经空间和奢侈税的压力 德特拉和马雷霆队在今年夏天的自由球员市场上收获有限 除了以四年1.37亿美元成功续约乔治以外 他们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以两年350万的底薪 敲定了天台中风诺埃尔了 值得一提的是 据NBA纪准Savikara报道 事实上在做出加盟雷霆之前 诺尔还曾收获来自其他球队更丰厚的报价 但他的团队建议他加盟一支具备竞争力 结构合理的队伍 最终诺尔选择了雷霆 对于诺尔这名球员 相信绝大部分球迷都不会感到陌生 今年24岁的他曾经是全美第一天才 在2013年选秀大会之前 他一度被认为是壮人的不二人选 但最后因为伤病的隐患 他才掉落到第六顺位 在生涯前四个赛季 诺尔一共出战了223场比赛 场均出战26分钟 能够得到9.3分7.2篮板 以及1.6次抢断1.4次风改 虽然表现没有达到外界的预期 但他难把球拼抢上的积极限 对于篮筐的保护 出色的弹跳弹速等方面 还是展现了出众的潜力 小编认为 诺尔之所以没有打出人们预期的表现 他自己固然占一定原因 但他此前效力的两支球队 也有逃不开的干系 比如在76人队 他一度有打出单赛季场 均11.1分81篮板的表现 如果给他足够的机会 有可能会成为一名 接近全明星水准的中锋 但这个时候 像恩彼得这样的舰队核心出现了 而在加盟独行侠之后 他与卡莱尔的风格明显不对付 两个赛季卡莱尔给他的场均出场时间 均没有达到20分钟 而且像诺尔这样缺乏足够自主进攻天赋的内线 迫切需要会传球的空位 很可惜 不管是去年的费雷尔还是今年的史密斯 都不是这种空位 来到雷霆之后 诺埃尔在他的职业生涯里 将首次和威少这样的顶尖空位合作 虽然威少的组织串叠能力 也一直为外界所诟病 但相较于他之前合作的那些空位 自然要好上几个当次 吃到饼的机会 自然也会提升不少 除此之外 他出色的护矿能力 以及二次进攻的能力 可能在这支雷霆的战术体系中得到施展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 在去年夏天 诺埃尔曾拒绝独行侠开出的超过七千万的报价合同 这让他今年夏天只能接受雷霆两年的底薪报价 这一次他再度拒绝了其他球队更丰厚的报价 那么这一次他选对了吗 威少能够帮助这个昔日的天台中锋 重新打出身价吗 我们拭目以待 大概自方有因素 前面